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歡迎來到這個星期的《恐怖在線》 星期一的晚上今晚的嘉賓安排在視像上聊天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些嘉賓是的 我都約了一些嘉賓 說現在還是不要出街了 那是對的 政府的呼籲盡量都不要出街 現在有些程式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都可以 又不用周居勞頓 亦都不用擔心 都是一件好事 不過今晚這位嘉賓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香港 所以是需要透過視像跟他聊天 他是一位專門研究很多空案的一位專欄作家 也都出過書 曾經都上過節目 今晚會談一下曾經有香港經典的一些空案 其中一宗 原來都挺涉及到一些家居的風水 當然可能有些人就說 發生事的時候 對號入座 見到家屋的東西 對方說是 因為家屋風水不好 令到會發生這些空案 你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 風水的東西某程度 都是一些統計學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歸納 都算是一些 統計裡面的科學研究 因為可能就是這麼多類型 這類型的案件 為何會同時出現這樣的氣場 或者這樣的設計 其實某程度 我們都應該可以去理解一下 這一宗的空案 就發生在10年前 那我先不說哪一宗案件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稍後我們都會談到一個話題 就是他們事後 有些風水的專家 就看到這間屋 為何會這麼特別呢 就是 看到不是說那個 那個鏡子 那些鏡子 大家有時候都會有的 那些風水鏡子 就是它裡面 一間屋裡面 橫樑出現了一條這樣的大陣 就說 類似是劏開了一間屋的兩邊 是的 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一大條這樣的橫樑出現了在這裡 那又會不會 是跟風水有些關係呢 原來很多的師傅 都覺得是有關係的 大家想不想到呢 如果一間屋 正正的大廳裡面 就出現了這條橫樑 劈開 可能是很平均地 劈開了兩邊 大家會覺得 這間屋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橫樑壓頂 大家都知道 是不好的了 盡量避開了那個壓頂 無論是睡覺 睡覺也會容易出事 坐也會出事 好了 那現在 有些什麼事件 會有什麼事件發生呢 這件案件呢 其實 後來 很多人都會覺得 應該是跟風水有關係了 所以令到呢 這件事出現得 比較兇猛 好了 那是一件 什麼事件呢 我都可以和大家一起 去看看 當年 這件案件大約的資料 記不記得 有一個 十多歲的小朋友 當時有一句說話 都挺恐怖的 我提醒大家 我殺了他們 這個世界 少些人就好了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印象這句說話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印象了 是的 就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 殺了自己的媽媽 又殺了自己的妹妹 那她是自首的 最後她是自首的 然後當警察呢 因為她自己打電話去報案的 接著警察來到的時候 他就好像整個人 迷了那樣 瘋了那樣 然後就說了他這樣的話 這個世界 少些人就好了這樣 好 我想問一下 要有人記得這件案件 然後可以 打一句一字出來 好了 今晚和我們聊一下這個案件 就在我們的視像上面 就有 王Sir 咦?很小聲 要大聲一點 咦?我聽不到她說話 聽不到喔 是否要按了按鈕呢 我們剛才試過也沒有 咦?咦? 聽不到 王Sir我聽不到你說話 你聽不到我說話嗎 不如不要用這個好嗎 不要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 對啦 拔掉它 直接用機頭好嗎 這樣好一點 沒錯 王Sir 好多了 很久沒見 王Sir 很久沒見 很久沒見 我知道你現在身處於香港以外的地方 今天要和你談這件案件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麼值得拿出來談 是否因為裡面有很多風水 引致靈異的事件出現在裡面 是的 因為這件案件比較奇怪 就是一個這麼乖的小孩子 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很多人都去想過原因 但都是找不到解釋 OK 發生在10年前 2010年的7月23日 一個15歲的少年 就好像失了常性一樣 他就殺了媽媽 殺了妹妹 然後最後說出一句話 這個世界太多人了 他殺了一些 他講過這個話 是的 他說死了半人 這個地球好很多 是的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但他是自己自首的 是 好了 這件案件 是 你說 你說 行空的時候 他是很冷靜的 他不是發唐一隻 他是很有步驟 去做一件事 是 好 跟一般精神病發的人 去殺人是不同的 嗯 這件案件 為什麼令你覺得 裡面這麼多 一些靈異的因素 或者風水因素 可以分幾個層次去分析 是嗎 因為事後 也有很多法科師傅 去研究這件案件 嗯 他們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OK 因為他的看法 也很符合案情 嗯 好 你說說哪幾方面 好嗎 其實我經常說 這件案件的發生 不單是一個原因 通常都是很多原因 加在一起 才會發生這件案件 這件案件 為什麼發生呢 基本上就是有不同的因素 聚在一起 包括了他本身的職業 嗯 他的店鋪的位置 他家裡的家居 嗯 還有室內擺設 OK 所以跟他本身 發生是由來的 好 再說吧 這個職業是嗎 是 好 怎樣呢 這個伯伯職業就是湯雞 是 湯雞在2004年 因為禽流感 加回那個雞排 嗯 拿一筆錢 這樣才開這間店 嗯 嗯 那這間店 之前那個店 是做這個 是素食店 是 是 那他一間素食店 開了這間店 就是24小時營業 嗯 另外就是他 因為得了這筆錢 他也是買了這個單位 就是他現在正在居住的單位 就是事發的地點 那個 在荃灣那裏 對 沒錯 是的 那這個單位本身的設計 是 外圍設計 或者是裡面的室內設計 都存在很多風水問題 我們待會再說 我們有圖再說 OK 是 那甚至 是 你是想說案情還是怎樣 是的 你繼續說 因為我們的視像 有些時間上的不配合 所以不如你先說完 好嗎 因為這樣很難談 是 是 在20107-23日凌晨大約是兩點多鐘 那這個是荃灣在和家的單位裡 就有個少年十五歲的 他就用刀斬死了妹妹和媽媽 嗯 之後呢 就去了這個 附近的一個荃灣海賓公園 距離去的大約是六百多公尺 是的 這樣就坐在那裡 他當時手帶是黑色手套的 即是不是赤手的 嗯 他就脫下手套 然後他就用左手 嗯 握著把菜刀 即是航空把刀是帶來走的 即是不能留在現場 是 那麼他斬了右手 即是他斬了右手 嗯 嗯 過去後來所說的證供 就說他想 因為他右手殺了人 所以他希望斬右手 OK 因為左手不夠力 所以他只不過是斬斷了根 是 因為太痛了 他也不可以繼續斬下去 這個時候他就報警 嗯 警察他就在現場找到他 那一開始也不知道他是犯案 只是他被人斬 嗯 其實他才說他自己殺了人 是的 那警方才要將他拘捕 接著就上單位了 他不肯說 他不肯說在哪裡 嗯 即是警察問你 方向義塞在哪裡 或者他在哪裡 他不肯說 然後才查到空運 到早上四點才查到 嗯 一上去就看到兩條司 一上去就看到兩條司 然後就根據戒論社 就知道那個護主 就在對面那間茶餐廳 正在工作 OK 那才下去找那個事主 是 其實警員都很忌諱 那究竟要跟這個事主說什麼 即是接受不了 因為他太太和女兒死了 兒子是兇手 嗯 就接受不了 所以當時用一些很隱悔的事 跟他談了之後 直到他能夠理解到 原來他家裡真的發生這樣的事 然後暈倒在那裡 當然了 發生了倫常的慘劇 好啦 我們不如直接去分析一下 這件事 你說在店裡也有些古怪 因為他經常播出一種經文 是嗎 因為他本身店舖上一手 就是做素食店的 是 通常他都會播放一些 叫做眾經 或者大悲罩 各類的東西 是 這樣就說 如果發火師傅說 播這些經文 有很多遊玩東西 歸來聽 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做素食的時候 已經聚集了 後來他又燙雞 不是 素食店是另一樣 素食店是他的店舖 他之前是做四、五天的 是 但因為已經聚集了 是 他頂手來做 是 因為素食店會播放一些經文 他會引到一些遊玩東西 去聽 而素食店本身不做通宵 是 他關了店舖後 遊玩東西會在那裡 你明白嗎 但他接了手後 他開了一間24小時的潮山廳 是的 變成晚上他都營業 嗯 而且他是頂手的 所以頂手就是沒有裝修過 嗯 一頂一間店舖來做 是 是 只會收拾一些地方 這樣就開檔了 所以 那些東西就留在那個位置 基本上 這樣理解吧 如果真的這樣 如果他放了位置 或者一些符袖 掉在那裡 不知道 可能他是 不習慣的地方 OK 頂手 當然就不會大裝修 可能符袖都還在那裡 其他擺位都是對的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年輕人 但是到了2010年 因為這個世界盃 嗯 在南非舉行 在7月的 7月舉行 嗯 他在4月份 就趁著這個佛節假期 就請人回來 和他那間 茶餐廳帶裝修 嗯 在這個時候 就帶了一些 太太和子女 出去玩 嗯 其實他沒有看過裝修 OK 只是交給了 總之 你還是裝修了 我就出去玩 回來就搞定了 是 那究竟他裝修 會不會清除一些 不應該清除的東西呢 或者裝修了一會 會不會擺錯了一個陣呢 嗯 嗯 就令到原本在活動的 明解 之間 不舒服呢 嗯 其中一個推斷 再加上 你會否認為 這個情況下 影響了兒子的思稅 因為這個兒子 看一些資料 他是經常打機 他好像很沉迷去打一種遊戲機 基本上 是 是 是 有幾個日子 是另外一個因素 是 是 那當然 亦都跟其他店舖有關 就是他 他 跟著 就到了七月 小股打完了 嗯 那兒子來都放暑假 那原本想送兒子 去上海 遊學 嗯 不要經常打機 先送他出去上海 去遊學 學多點東西 和見識一下 嗯 但兒子強力反對 就是 我去了 沒有了朋友 嗯 嗯 結果他 就跟爸爸說 我不如去公園幫忙 嗯 看著我 就是 你最怕是上行網 你看著自然不會上 嗯 嗯 本來他爸爸叫他下午來幫忙 就是 兩點多鐘到六點鐘 他下場的時候 爸爸下場的時候 就是回家休息一會 嗯 他去頂住 而且一眼就沒什麼人 他變成可以幫忙 這樣 但是他做著做著 就越做越對 是 搞著搞著搞著 搞到他 晚上才下去 嗯 到凌晨才回家 是 那 那 到晚上 打後 那段時間沒有什麼生意 其實 就是開了舖 那他就去打機 就是在舖上打機 很多時候都跟六芒星 是 以色列的國旗的星 有關的 嗯 而且當時他們本身在遊戲裡有一個傳說 傳說 如果你在每一晚的 十點四十四分 即二二四四 嗯 嗯 在你的左手上 發了一些六芒星 外面加入圓圈 然後你去睡覺 是 是 那你呢 就可以再說 理想再說 警戒 而且可以得到一些 額外的 超能力 是的 即是他深信這件事 那所以呢 他家裡 就是 那些人去找資料的時候 就是 去找一些證據的時候 也都看到他到處畫了很多 這些 六芒星 就是這個位置 即是他的思想已經 已經開始沉迷了這件事 已經好像去了另一個景地 那樣 那又再加了另一個元素 是不是 關於他為什麼要行兇 或者怎樣要殺媽媽 殺妹妹 多了一件事 多了一件事 即是玩遊戲的六芒星 會不會影響到他呢 是 那個思維上的東西 好了 那我們不如跳下去了 就關於那間屋的問題了 你要發現 或者找資料的時候 首先看到剛才我們說那個 那間屋 那個大閘也有些關係 有些古怪 有什麼事呢 跟那個大閘有什麼關係呢 那鐵閘呢 那鐵閘呢 有個法科師傅跟我說 鐵閘有問題 那我就去找鐵閘的樣式 究竟這個鐵閘是否很常見 那我找來找來找不到 這一種鐵閘 為什麼呢 究竟是否上一手 弄這個鐵閘 就是自己弄出來的 或者不是一些 叫做大圍的 在街上買到的鐵閘 哦 跟鐵閘有什麼關係呢 那鐵閘呢 本身那個 圖案 是比較奇怪些的 它其實是一個正方形 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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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圍著它 做成一個鐵閘的 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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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斜 或者是直 加起來 就很少橫直 哦 還有這個圖案 是四方圈 現在是四方圈 四方圈 擴散 是很少有的 哦 這樣 好了 這就是關於閘的設計 不知道 另一個 就是關於橫量 這是不是重點所在 這個重點是 因為其實 我不明白一個 留意的設計師 為什麼要這樣 揭計橫量 是 因為橫量可以避 你為什麼叫一個設計師 你知道那裡有橫量 你是不是應該避開門 不要在那裡 你是設計師 你開隔離一點點 不要緊 但是為什麼這個單位 這個橫量 剛剛在大門的正宗上面 就好像砍開了 就砍開了 就是橫量壓頂 其實 是 很直接壓在大門那裡 嗯哼 也不是法國師傅 其實這一類的設計 除了搬走那道門 因為橫量不能搬走 是 除了開另一道門後 就不能夠救 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可能是把這個家人 就這樣砍開了 會不會就是意思 就是生死的死 就是把家人分開了兩邊 是 就是 如果是輕微一點 就可能是兩邊吵架 或者兩邊分火 嗯 如果重一點 就可能陰陽相隔 這個就真的幾重了 直接陰陽相隔 如果這個單位 根據這樣的情況下 就陰陽相隔 那這件事有沒有一些 牽涉靈異上的事情 就是說有沒有他們看到東西 或者這個男生 有沒有說 有這樣的靈異成分 在裡面見過 是 以你所知 因為這個男生 自從 案發之後 一直都在精神病裡面 是 所以 他說任何事情 都是精神病的方向去看他 是 是 就是說 看到鬼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都是當你是精神病的人 來處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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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他父親來說 他反而會有些 做夢 就是夢見自己的親人 或者其他事情 爸爸怎麼說 甚至很清楚 他就 說 他太太 和他 不合 三誓書來說 他們兩個人是相衝的 嗯 但問題就是 我若查過他們本身 我沒有他們的八字 我若查看他們本身的生肖 嗯 其實就不太衝 除非八字衝 就不敢包 是 另外 他說 他也在 比較後期 有一個夢境 就說 他的太太跟他說 嗯 他和他女兒 在陰間已經分開了 哦 他也找了一個男朋友 女兒還是媽媽 他有男朋友 哦 這樣 他也問過 法科師傅 他說 和他女兒分開了 可能他女兒投胎 哦 OK 他找到男朋友 這個就是 有兩種解釋 一個是他在陰間冥婚 就是再冥婚 是 一個是他投胎了 哦 找到男朋友 找到我爸爸 是 是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爸爸說出來的 是爸爸說出來的 嗯 嘉賓 大家 我們一直都聊 關於這件事 十年之後 到今天 王Sir 你有沒有再 有些新的 追蹤 關於這個資料 比如這間屋 或者之類的東西 是 這間屋 案外之後 戶署也沒有搬走 但是換了個鐵集 原來沒有搬走 沒有搬走 沒有搬走 嘩 爸爸很厲害 是啊 他現在住的原因 就說是想和家人在一起 感覺到家人在家裡 哦 那他不怕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他用他的兒子的電腦 來不斷寫信 寫給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女兒 自己的兒子 哦 嘩 那有些 有些鬼異 這樣 他會不會有事 爸爸其實也有些事 爸爸相對來說 比較沒有事 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很正常的 他也不斷地去探望兒子 每星期都是探望兒子 但是他的店舖 在案發後 不久 幾年之後就已經頂了 是 他就當自己退休 嗯 他就專心去照顧兒子 OK 那就是爸爸也認識壞了 其實這件事也是 都可以這樣說 他唯一是解決不同的事情 就是說 他不知道兒子怎麼這樣做 兒子也說不回來 現在這麼多年後 他不知道為什麼 兒子不肯說 不肯說 嗯 嗯 不知道他是不知道還是怎樣 還是不肯說出來 總之他爸爸就說 他兒子怎麼也不說這件事 唉 不過去到你說 家裡這麼大的 這一類型的倫常慘劇 其實都是一些業 就是業債的關係 其實都很明顯是 是 就是這樣推斷 OK 好 那王Sir 今晚麻煩你先 說了一件事 其實都令到大家記得 可能有一些跟風水 或者冥冥中之間 家人那種的關係 原來要這樣了斷了些事情 才不會再去 累生累世再發生 還是再會發生呢 都不知道的 這件事 是吧 好 喂 王Sir 今晚和你談到這麼多 OK 謝謝 下次回來再談 OK 拜拜 拜拜 其實這類型的倫常慘劇 我知道很多師傅 譬如我認識的 都特意 譬如說 發生了沒多久 就會在樓下 看看角度 周圍的氣場 環境 為什麼會形成了這個關係 是不是當年的五王 飛星之類的事情 他們都會做一些研究 似乎是總有一些原因 在裡面 當然兒子不肯說 今天不肯說 或者二十年之後 會不會說呢 會不會其中有些原因 牽涉靈異還是什麼 這個不得而知 但剛才說過 風水學 似乎是一些計算的角度 不如我試試問一位法科師傅 想問 袁偉雄師傅 不如讓袁師傅說 如果剛才出現這些 劈下去的橫樑 其實在他們風水學上的解釋 會不會都真的 好像剛才王Sir所說 引述其他師傅所說 我們聽聽 本身如果一間屋 中間有一個橫樑 其實就是一條沙 這個橫樑 這個沙 就將這間屋的氣場 分散 如果本身這間屋的中位 是一個空的位 這個橫樑 會令到這間屋的 所發生的空事 更加兇惡 本身這個橫樑 對於一個家庭來說 就是分離 分開 如果在一些很普通的事件發生 就會有離婚 有分離的現象 如你所說 現在這間屋 發生過一間空事 本身這個橫樑 可能已經是壓住 本身這間屋的一個空位 所以 發生空事 就會更加劇烈 大家有沒有留意 你家裏有沒有這些 希望就沒有 如果有的話 又怎樣發解 這個很嚴重 因為你真的動不了 他本身的設計就是這樣 有些什麼發解到呢 看看有沒有師傅朋友 我們遲些再討論這個話題 不過真的 所有東西都聚在一起 兒子又不肯向外國 否則他就不會發生這些事 又或者他那一刻 為什麼會不斷 去打這部遊戲機呢 令他情緒上 是不是有另一些看法呢 還是外在其他環境影響呢 又不是正如 剛才所說的 他爸爸的店舖 本身就是 定了手 然後 之前是 在做一些 賣債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 平時就是 招惹靈體來呢 兒子就經常去玩 這麼晚都不離開 那是不是各樣各樣的因素 都放進去呢 這些都是一種 數 一些風水學說來的 全部都是一種數 今天講開一些空案 稍後時間回來 我們都有一節 聊聊台灣 現在很多人都打算去台灣移民 其實呢 稍後我找一位專家回來談談 台灣很多地方 台北 台中 台南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這位專家呢 叫大家 多不好去那裡選擇 這個地方的 有一個地方 多不好的 他不建議的 那為什麼呢 原來都是跟一些 可能 風水啊 命案啊 或者本身的環境 是有關係的 一會兒都會談 另一宗在台灣 非常之轟動 而且 靈異角度呢 比這宗更多的一件事 亦都牽涉了幾條人命的命案呢 都會聽得到的 還沒brick之前呢 不如給大家聽一點點 那就是 又是關於子余的事 那子余呢 之前不是跟AP呢 我叫他去找這個大堂的類鬼 誰知道AP剛剛日前去靈探的時候 沒事啦 但是回到家自己做直播呢 竟然間 是在直播的時候呢 是聽到有 女鬼的叫聲 阿子余說很清楚 AP也聽得很清楚 待會回來呢 我們輯錄片段回來 究竟那個女鬼是否跟了AP呢 到現在終於跟了她呢 好 我們回來 繼續今晚的恐怖集合 想看下去 希望你馬上 參與付費 月費上去mmpoint.com 或者下載BIGBAG的手機 只要用信用卡 或者支付寶就馬上開通了 好 回來見 別讓鬼未遷生 別讓鬼未遷生 唯有屢樂做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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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